Hello 大家好 我是红红 今天跟大家分享五个方法 把丝巾变成我们的内搭 我们只需要准备这种 一米二乘一米二的这种丝巾 然后颜色我们就选择那种喜欢的就行了 然后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 第一个就是把它变成吊带 丝巾越大我们可操作的空间就会越大 我们就把它变成这种你看 长方巾然后把两个脚对折 把它打个结 然后你看它就打个结 另外一边也是桶里再打一个结 我们把这个丝巾给它穿在身上 就正常一边手是从中间穿进去 另外一边是从就是这样子绕一圈 从后面这个地方穿上 平晴晨的那种V领 然后不是说丝巾的越大 它的那个空间感觉越大嘛 所以你就稍微的往后调节 把下摆的地方给它往后膀 我们就可以准备那种橡皮筋 顺着手的位置 不要扎太紧的稍微的扎一下 然后呢把后面多余的量 给它往内卷塞进去 打完之后我们就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把多余的量都可以把它塞到裤子里 然后扎一个腰带就可以了 你看这样穿上去完之后就很有那种度假感 想要日常搭配更有那种氛围感的话 外面加一个西装也很好看 第二种方式就是单肩吊带 正常把它变成这种三角巾 然后裹在身上 围在你的胸围上 然后呢对着右侧的地方给它打个结 打完结之后 这边为我们的手臂留一点点余量 然后甚至是往上留一点点余量 然后在上面打个结 然后把它挂在你的肩膀上面 里面的这个位置你可以把它塞进裤子里 这个方法会更适合搭牛仔裤 然后度假的时候穿 如果是有那种特别长的裙子 然后穿那种两脚头也会很好看 然后是那种飘起来的裤子搭 它也会特别漂亮 接下来是一种宽肩带的抹胸 就还是用这个丝巾 然后呢就变成抹胸加两个吊带 正常把它变成这种就是三脚巾 围在你的身上 然后你的两只手扣住 抓紧它底摆的这个尖尖的位置 就是很像背小书帮一样 把两个肩带长的肩带给它往后 然后这样给它卡住 然后为了这个位置给它折筋绑住 然后稍微调节一下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这个方法 就是把丝巾变成一个抹胸 但是我们不需要准备那么大的丝巾 大概是90乘90就可以了 对折成一个长的三脚巾 然后再对折 从一个小的三脚巾 从中间的位置捏起来 这个地方一直成了一个长度 把它用橡皮筋给它打上节 这个地方不要打上节 不需要特别大啊 因为我只是需要做一个抽折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打算节完之后 再把它打开 尖尖的位置要对着自己 然后呢沿着胸围的位置给它系上去 后面这个地方正常的打个节 下来的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塞进去 然后变成一种抹胸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套上西装 要带我就用跟四巾一样的颜色 然后细节上 就可以用一个取色调的包去体谅一下 接下来是那种挂脖的抹胸 用的是90x90的这种丝巾 反面对折 对折一个长方形 再对折 然后沿着中间的这个点 给它打一个节 想要它区域大一点的话 就是抽折区域大一点 然后它可以往中心打 中间就做成了一个抽折式的那种上衣 然后就可以直接把它挂在脖子上 打完之后就后面 沿着后面的位置给它卡紧 然后就正常变成那种挂脖式的抹胸 好啦 这几种方法就分享完毕了 你看像这种就是有光泽 然后又有印花的那种丝巾 把它做成背心 虽然看起来有点麻烦 只是它会让我们所有夏天的搭配 就整个就是有那种质的飞跃 这几个方法你们赶紧去试一下吧 大家看这种呢